希望我們不要再一直聽到 有這種奇怪的傳聞 高宏安辦公室性挺事件 再被爆料 這回講話的主管 正是高宏安本人 在某個時間點之後 他其實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至少我可以 認為他有教化是可能 高宏安指出被指控的当事人 有教化可能 更怕事情鬧大影響聲譽 就是說對你不好 因為你的身份 就是已經開始了這種事情 對我也不好 因為我們辦公室 在外面被人家傳成這樣 那我們其實也是覺得 我覺得我們無辜嘛 因為這到底我們 我們到底是哪裡做錯了什麼事情 高宏安態度很是無奈自稱無辜 擔心事情曝光 衝擊自身 那如果說現在是有其他的政黨 他們也聽到有個消息 如果真的他們也有一天 就搞到別不去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當然就道歉了 我們對於性貧的處理流程 都有做過相當多的一些宣導 還有教育訓練 如果說今天這個離職的助理 他有一些爭議的這個事情的話 那我當然也建議說 讓助理他們當事人之間 可以來講清楚說明白 辦公室雙方當事人各說各話 但主管高宏安的處理態度 如今攤在陽光下 更被質疑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 大動作到北檢 前民眾黨黨員林冠年在遞交控訴高宏安 可能涉貪證據 內容也包含錄音檔 針對林冠年的法律行動 高宏安不願回應 但北檢十七號正式分案 將他和男友李中廷列為他字案被告 案由是貪污 高宏安坦承確實打亂 選舉節奏 依據指示他字案 高宏安隊被列為被告 似乎不以為意 但他字案轉真字案 前立委林意識涉貪就是潛力 向前澎湖縣議員陳萬貫 只因為line的截圖 被檢察官掌握 申請羈押獲准 去年遭判刑 十年六個月定驗 高宏安的案件發展得由證據說話 涉嫌乍領助理被案 高宏安強硬以對 新主選情 藍白搞曖昧 甚至街頭還出現 他和蔣萬安同框的宣傳車 一度讓路人議論紛紛不演了嗎 那個還要換 駕駛成親只是剛好接案子 但新主選情棄保傳聞不休 高宏安表現底氣十足 但市政在法院 最終由司法來決斷 三連新聞許千過門生 台北新主報導